11月27日是阿譚譚玉英的牛一 雖然正有一生日要開工拍攝阿爺廚房 但他的好拍檔李嘉鼎 早就準備了蛋糕送阿譚一個驚喜 第四輯…第一節夠膽 好 拿個威風 塞飯 停下 我早點嫁得出來 是嗎? 你為何要笑我? 不是 來吧… 好的… 生日健康 好,謝謝… 生日發生 多謝 永遠是青春常駐 對… 大家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對… 今天回到廠房後覺得有甚麼不妥? 沒有 沒有感覺 突然間被人催 入廠房以為已經做錯了不知甚麼 對… 想漂亮也不行 補妝也會被人催 你漂亮夠了,你更漂亮 真是要命 沒有人也不會去補妝也會被人催 原來是這樣 我想真的有點辦法 大家開心吧 像我上一次也是這樣 對… 我也在那裡截一會突然說 對… 好像現在一定是這樣 她生日我們叫她蛋糕 她進來一邊唱歌 對… 我生日就跟她 因為大家的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也是那個月份 說一下生日願望 我生日願望 在這一刻 希望我們一起做這個節目 就更加多人歡迎 對… 原來阿譚和鼎爺都是十一月之星 難怪這麼合格 雖然兩位又老了一歲 不過鼎爺的心態就越活越年輕 我青春,我只有十三歲 是嗎 你昨天跟子女慶祝 對於孫子 對… 開心一下而已 開心一下 很甜蜜 當然甜蜜 今年的兒一生日願望又是甚麼 都是大家身體健康 小孩子讀書 乖乖地上學 寄上小朋友 對… 孫兒… 孫兒孫女 即是感覺到鼎爺 是不用用智能電話 沒有,我大孫是6月16日出生的 對… 孫兒是11月1日出生的 鼎爺之前我每集救師 做甚麼菜式給觀眾 都想到他腦麻痺 但其實他只是說說 他都不知道有多少菜式 還未跟大家說出 當然有,還有 還有 舊就不會癢,頭頭尺 你知道,靜言物資也少了 要扯一扯,怕會扯穿頭 不是,我昨天做訪問 跟阿譚一直說 我們坐在這裡,你們叫吹水 有些菜式很耐霧著 一下子就不記得 一說,有這個就立刻做 你突然間要拿幾百個菜式出來 翻身師傅也不行 不過你的腦子也是厲害的 又不知為何他會記到這麼多 我沒有寫的 我沒有寫的 不只是送的 你一說起甚麼 他就馬上說 不不不不,是多少年前 今天我猜他在說這件事 是多少年前 他說,30年左右 但是呢,害不害怕 但他可以記到 哪年,哪月,哪日 哪一個人的人名做過那些甚麼 耶,耶,耶